今天玩水真的要注意安全 最近在網路上就流傳了這麼一段影片 有一名女子參加素吸活動 被朋友拱要跳水 結果教練是將女子緊緊的抱住之後 下一秒直接往後摔 兩個人雙雙跌入膝裡頭 但這個舉動讓網友看得直說 非常的危險 專家也表示 脖子往後甩 很有可能會讓頸椎的神經受傷 要是血管剝離 會造成血管阻塞 導致小腦或是腦幹中風 嚴重的話還有可能癱瘓 甚至死亡 女子和教練專在西邊岩石上 嚇得不斷狂喊 旁邊還有朋友不斷鼓噪 拱完跳水 下一秒 教練從後方抱住女子 以後腰摔的方式跳水 這段影片在網路上流傳 有網友說 這個動作在腳力裡面 叫做後腰摔 是非常危險的動作 只要有一丁點的失誤 甚至是女孩子的肌力強度不夠 就算不死也會癱瘓 這篇破文以狼網友熱議 有人說這根本是炸彈摔 小心完出半身不碎 還有人警告萬一水裡有石頭 撞到就直接掛掉了 意思說年輕人的頸椎 比起成年人來說更有彈性 在不預期往後癢的劇烈跳水下 脖子向後甩 還有可能會造成頸椎神經受傷 嚴重還可能導致這個後果 追動脈的一個血管玻璃的時候呢 導致這個小腦或是腦幹中風呢 它以後會產生平衡的問題 腦幹的話甚至會產生 以後四肢癱瘓都必須坐在輪椅上 更嚴重如果傷到這個 所謂生命中枢可能就死掉 夏天汐水人人愛 但醫生也建議民眾 不要在戶外進行高難度動作 畢竟以外環境比起游泳池變數更多 更得避免波子向後甩等舉動 才不會一個不小心爆汗終身 記者總得到